如何聊中年女人 这个视频呢 是我做了很多的调研 总结出来的方法 有很多男人呢 他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就会一股脑的扑上去 这是一种非常低端的方法 在聊中年女人的过程中呢 只要你做到以下这三点 特别是第三点 那么你一定会事半功倍 第一点 靠近她的时候 你要慢一点 有很多男人啊 遇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心动的女人 特别急于的去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那么你愿是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这种本能原始的渴望 那么这个女人呢 就会越害怕 反倒是你慢慢的和她聊天 聊聊日常 聊聊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么慢慢的 你们有了精神上 或者情绪上的一些共鸣 这样你们两个才有可能有未来 第二点呢 就是付出的时候 你也要慢一点 有很多男人呢 他觉得追女生 只要用钱砸就行了 但是真正有味道的女人呢 如果说你急于用钱去砸 她会觉得你很低端 其实前面的铺垫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 吃过饭 散过步 然后看过电影 偶尔呢 也可以在节日里的时候 给她发个小红包 她也是会接受的 但是你无缘无故的 你去给她买一个东西 她会觉得你太粗鲁了 接下来呢 就是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你想和她生气关系的时候 你更加要慢一点 因为女人的这种爱和直觉 是要慢慢起来的 不可能说见过几次面 然后她就想和你在一起了 一定是先走信 然后再生起身体关系 她才会有感觉 记住一句话 是你的躲也躲不掉 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 所以好的东西呢 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慢慢来 不要急 和女生住一个房间 但是不碰她 女生会怎么想 答案你肯定想不到 就是女生会恨你 奄奄深恨 她会觉得你侮辱了她 你竟然对她没有欲望 我今天从女生的角度 来说一下 我们女生真实的想法 就是我最近啊 接了一个咨询 就有一个粉丝呢 她和女生交往了三个月 相亲认识的啊 一起出去旅行过三次了 每次都是住一个房间 标准件两张床 自己睡自己的相言无识 三次了 男生都没有碰过这个女生 然后呢 女生就非常的冷淡 坚决要分手 这就是直男最常见的一个物件 叫错过窗口气 就是这个妹子 她很喜欢这个男生 她也很想更进一步 所以呢 她就给出了窗口 什么叫窗口呢 就是我和你出来玩 咱俩呢 睡一个房间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我能接受 这就是在给男人知道机会啊 你就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冲上去 你还等啥呀 你不主动 你还等着妹子来扑倒你呀 其实女生她的心里 她也挺矛盾的 就是你不碰她吧 她也挺难受的 她觉得自己没有魅力 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 我都对你没有诱惑 你连点动作都没有 我觉得我好没面子呀 但是呢 你碰她呢 她还怕你轻易得到手了 不珍惜她 所以女生的内心很复杂 她可能会拒绝你 然后呢 推三阻四 然后撞模作样 说哎 不要啊 你不能这样 最后呢 你扔了半天才成功了 所以有句话说的很对 就是她懂你的图谋不韦 你懂她的故作矜持 然后呢 你们两个人 把一场戏演完了 你们就成了情侣了 想追女生 一定要学会吹牛逼 有很多人单身到现在 就是因为啊 太实在了 尤其是和女生聊天 只会实话实说 有啥说啥 比如说我昨天有个粉丝 聊着聊着呢 她就主动和女生说 我被公司开除了 对 你很诚实 你说的是实话 没有撒谎 但这对你追到她有啥用呢 女生会打响 你被公司开除了 说明你工作能力太差了 老板不想用你了 这是低价值 对吧 那以后我嫁给你了 咱俩结婚了 你随便就被公司开除了 我吃什么 孩子吃什么 就这种聊天 纯粹就是脑子有病 给自己挖坑 你被开除了这种话 有必要说吗 如果说你非要说 你也要换着发的 来包装自己 你也要换个说法 你说我主动离职了 离职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公司给的太少了 以我现在的能力 我换个工作 我能挣更多的钱 这个呢 在女生那边是加分的 或者说呢 我之前的公司呢 太小了 没什么发展 而且有能力的人呢 太少了 我也学不到东西 我需要找一个大的公司 然后多学点本事 历练自己 以后呢 才能挣大钱 这也是加分的 女生会觉得 你是个潜力股 有野心有魄力 就会给你点赞 同一件事 换一种说法 就完全不一样 你说被开除了 就减分 你说我主动离职了 我要挑战 是吧 我要挑战高薪 我要提升自己 我要去学东西 他就加分 男人记住啊 一定要学会吹牛逼 来包装自己 比如说你是搓岛的 你不要说你是搓岛的 多不好听呀 你就说 你是人体表皮 无垢情理工程师 收费品的怎么说呢 无用外包装管理协会会长 看大门的怎么说呢 进出口管理高级工程师 那保安怎么说呢 区域安全系统检察员 那爆米花的怎么说呢 爆股类食品加工 爆破工程师 就是任何工作 你换一种说法 就立马显得高大上了 你学会了吗 为什么渣男只能谈短期关系 很多都结不了婚呢 因为短期撩妹和长期结婚是两码事 短期撩妹在乎什么呢 在乎你会撩 调情 搂搂抱抱 然后让女生体验感非常好 而长期结婚呢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女生要在你身上找到安全感 如果没有 那女生呢 就会把你当成渣男 一票否决 比如说 我有一个粉丝 她也是个渣男 之前呢 挺会撩的 经常换女朋友 结果呢 她最近认识了一个妹子 一下子就看好了 就想长期发展 想和她结婚 结果她折腾了一个月 搞砸了 女生不理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还是短期撩妹的那一套 她俩认识了一个月 她的爱妹调情做得非常好 然后牵手拥抱也做得非常好 两个人呢 也接吻了 也带女生回家了 就差最后一步了 马上就要发生关系了 女生说 不行 我们发展的太快了 然后女生回到家之后 马上就对她冷淡了 再也不理她了 然后呢 这个哥们就有点困惑 然后过来咨询我 说为什么呀 我说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把你当成渣男了 我说你俩认识了一个月 你有没有带她去见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父母呢 她说没有 我说你有没有跟她聊过 结婚或者定亲 或者以后未来的事呢 她说没有 我说有没有给她点个外卖 或者开车接她上下班 像暖男人要去关心她呢 她说没有 我说有没有给她买过 像样的礼物 或者说和她表白呢 她说也没有 我说那你在女生看来 就是渣男 想短期约一下 睡几次就甩 她说老师我想起来了 她经常和我说 她觉得我太会撩了 太会玩了 我说那就是了 她没有安全感 她觉得你就是想玩玩 那她怎么敢跟你往下谈呢 这就叫泡血中毒 大家呢 不要听很多的情感博主 去瞎忽悠 说你只要会撩 会调情 搂搂抱抱 就能追到妹子 那些只适用于短期关系 你上酒吧搭个山呀 或者在某摊上加个妹子呀 如果妹子愿意 那可以 但如果说你俩是相亲认识的 想发展长期 想结婚 那你就不能那么玩 一定是一边升级关系 一边去建立安全感 建立安全感的方法 比如说去见父母啊 见朋友啊 规划未来啊 或者说呢 舔狗做的那些事 都能建立安全感 比如说给女生点个外卖 点个奶茶 或者说呢 开车接送她上下班 或者说买个礼物都可以 事都是对的 就是看你在什么时候去做 如果你都没有吸引到这个女生 女生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那你在这个时候做 就是舔狗 那如果说女生已经很喜欢你了 你俩也牵手拥抱了 那你做这些事 就是建立安全感 所以啊 不要学到态思 适当的阶段 做适当的事 才能追到女生 男人没有边界感会怎么样 答案是 会被女人欺负 边界感是啥呢 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 哪些事冒犯到了你 或者不尊重你了 你要敢于拒绝 敢于发脾气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女生约会带闺蜜 这就是明显的不尊重你 把你当翻票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拒绝 说咱俩谈恋爱 你带个朋友不太方便吧 还是咱俩单独约吧 再比如说 女生刚认识 就让你发红包 那你就问她 咱俩啥关系 我凭啥给你发红包 你不有点搞笑吗 就是不该你干的事 你千万别干 你干了她也不会感动 她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然后呢 变本加厉 所有的那些屌丝舔狗 都不尊重自己 都没有边界感 女生让她发红包 她就发 她想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不发 她不高兴了怎么办 女生约会带闺蜜 她心里不愿意 她也不敢说出来 结果是啥呢 就是妹子会一直问她要钱 有一天不给了 就回过头来骂她 约会也是一样 女生就会一直带闺蜜 一开始呢 带一个 后来带两个 她就成了长期饭票 还有很多男生呢 一谈个恋爱吧 就昏得特别惨 被女生各种欺负 花了几万十几万 结果换来的是 女生都不搭理她 聊天也不回 也约不出来 很多女生呢 都不承认关系 说咱俩只是朋友 还有的女生呢 就明目张胆的和别人约会 说今天你别来烦我 我和小哥哥约会呢 然后呢 公开在朋友圈秀恩爱 说白了 就是被女生 骑在脖子上拉屎 就惨到这种程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源就是 在女生第一次 欺负她的时候 她没有拒绝 也没有发脾气 甚至呢 她都没有意识到 女生在欺负她 比如女生问她要钱 这件事 你要知道啊 你给女生钱 和她问你要钱 完全不一样 你今天心情好 然后你花500块钱 给她买了个礼物 这没啥问题 但是她公然问你要钱 那性质就变了 比如她说 我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 你给我转两千吧 或者说 我今天要还花贝 你给我转三千吧 这就是明显的欺负你 一定要拒绝 很多男生到最后 成了备胎 成了舔狗 就是不懂得拒绝 心里不愿意 也不敢说出来 你也来顺手 那最后 你指定是花了很多钱 她还不把你当人看